那你俩不打电话呢 那为啥老聊微信呢 我习惯呢 像你说的 人家微信聊天方便呢 非什么打电话呀 那都是歪意 我问我问 你的微信里面有女的头像吗 有 删了 我让她看她不看 我从来不会去看她手机 她不看我手机 对 你干嘛要跟女的聊天啊 那你呢 那我呢 我就是那个挺好的朋友 我也是挺好的朋友 你平常这么做 你平常都管着我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当时我赞了你 当时你平常的 我赞了你 我才管着你呀 行行行 我跟你讲 对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我发小嘛 然后我们俩一起长大的 然后结果嘛 她看着不顺眼 就让我把人删了 然后那个 男的女的 男的 就是从小就玩到大 从三岁开始玩到大的 然后她就让我催我 让我给你删了 然后给我摸一脑半天 然后最后我给她删了 但是后来有事 然后我就给她夹回来了 然后她知道了 特别不乐意 直接上我店里边去了 跟我吵 跟我闹 当时顾客 然后同事 特别多的人 就公开场合就闹 对呀 就是所有的部分场合 都又跟我吵 你看我同事 顾客怎么想啊 说我怎么怎么地了 在生活不减点 小伙伴 你的小伙伴 你怎么想的 不是 那个 那你说你这事自己说得对吗 那个你当中你答应我 你自己都扫了 我还是你又给她夹回来了 让我知道了 你答应人家不抽烟了 后来你又抽上烟了 那咋整啊 她同意的啊 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我没同意当时 人家没同意啊 那她答应我了 你同意她抽烟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不答应我 你看这儿 对不 来 小伙子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去人单位闹 重点不在于同不同意 而在于你为什么去单位闹 我私家跟她说她不告诉我 那个是我从小到大的那个朋友 而且她也有女朋友 她的女朋友我也都认识 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啊 然后她就非常特别不乐意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女生 碰到这么一个男生 确实也会疯掉 她对你好啊 她对我们是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管得太严了 就是管得太严 一点自由都没有 她因为小事的部分场合 这也跟我吵啊 有次我下班了回家 然后她去接我 然后她朋友给她打电话 说请她吃饭 非要带我一起去 我说我就不去了 然后那个你朋友 也都是男的 也没有话题聊挺尴尬的 然后她非得让我去 我不去嘛 然后她急了 在马路上就够汗 当时下班嘛 都是高峰期 那多少人呢看着我们呢 感觉特别没有面子 不是 那时候我朋友的过程上 是给我打电话 那个人家说 都在自己对象上去吃饭 管你不跟我去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管是假如说 你要是不去的情况下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的情况下 那个我朋友她怎么说我呀 我这脸往哪放啊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那我不想去 而且你同事都是男的 你正好也不让我 跟男的接触 正好随你啊 不是 那我带你去吃饭找去了 那我朋友怎么说我 你要不去啊 那是这可以 那你不能小点声跟我说吗 那这大马路上啊 人家都看着呢 当时多丢人呢 我小点声你不听不着吗 她总是这样 对过 一点小事然后就跟我吵 你喜欢她吗 刚开始喜欢她 但是现在我觉得她 你跟她提过分手 她限制我人生自由 我提过呀 我今天来就是跟她分手了 她就是不共分手 不是 你以前提过分手吗 以前提过 她让你分吗 她不让啊 就死神汗打 是不是感觉自己给粘上了 对 那当然我喜欢她 不是 你觉得这管用吗 管用 管用啊 就是她逃到天涯海角 你都追什么 对 那你这不就无赖吗 小朋友 不是 那我喜欢 人家不喜欢你啊 你那是借口 你那不是喜欢啊 她不喜欢我 我喜欢她啊 那有什么用啊 行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看女生讲的时候 其实也挺欢喜的 好像还享受其中 虽然嘴里说要跟她分手 是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